表单这个表单做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在当user phone 也就是user phone启动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项目放进去 那放进去之后我下拉 下拉这个选单之后 如果我选了业务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传递参数 给那个我们刚刚那个sub 基本上那个副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这个也有一个 按下他之后 所以在这个按钮上点两下 再来就是判断 判断什么 当这个cb01 cb01里面 它里面的选项里面的文字 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cb01.test 那点test就是里面的字的意思 里面被选取 如果他是业务 选到业务的话 你知道人家做什么呢 call 呼叫什么呢 那我刚刚有一个就Q9 或者你们叫快速分类 底线什么呢 产品 产业别 刮糊 后面加一个3 那也就是说 后面是传递什么 传递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呼叫他的时候 顺便丢给他一个参数 给他跟他讲说 这是3 3什么意思呢 就是业务的意思 那问题你给他 给他什么呢 参数 他要接嘛 对不对 所以他要怎么接呢 特别注意 他接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要 把刚刚的程式稍微做个变更 这边的话 很简单 在这个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项目 那这个部分就是 他传过来 会给3 对不对 那这个项目怎么给R呢 很简单 本来我们原来是给4 对不对 这个3 就会透过这个参数 呼叫他的时候 有没有 顺便给他一个参数是3 他就会丢给他 他再丢给他R R变3 对不对 那其他不就通通都一样 那刚刚有一行 有没有 S请各位把它写到底下 否则 否则好像等于会有错误 不能放在他的下面 要换一个位置 放在这里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 传3给他 然后其他就会都是3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也会根据什么 DI主要是放 为什么不能放下面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回圈 主要这个地方 才能够取得I的值 那其他我想都一样 OK 那就完成之后的话 一样的方式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把刚刚产业别 这个地方改项目 然后呢 把R后面改项目 再来把S放 再来把S放 然后再来把S放